妈祖的塑像再次流下了眼泪 因为她看见自己在人间的义女正在受难 百姓们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因为妈祖流泪还是千古第一次见 一种不好的预感开始映照在了百姓的心头 六年前 妈祖的义女李秀琴因为杨寿已尽 玉罗刹和判官便应运天使奉命前来索取她的魂魄 妈祖知道此女福报未尽 因为她的父母一生行善积德 早已将福报化作杨寿赐予了她 并且她还是自己的义女 于是妈祖便向阎罗王道明原由 才准备让判官护送李秀琴重返人间 可谁能想到 李秀琴的身体早已被其他魂魄占领了 致使李秀琴根本无法回到肉身之中 判官见状大怒 于是立即欺罚将她肉身中的灵泪打了出来 女子吓坏了 赶忙跪地祈求判官放过自己 判官听闻便责令她何故要占人身体一天而行 语言听闻便说明了原由 原来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语言名叫张翠霞 是成熙的一位农妇 她生前操劳持家 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她的丈夫却不争气 整天就知道赌博 她不仅输光了女人辛苦 挣来给女儿治病的钱 还对生病的女儿不闻不问 张翠霞见丈夫如此 于是便决定假装跳河轻声 来逼迫丈夫回头 可谁曾想 她的丈夫不仅没有拦住她 反而淡定地将她尸身也给处理了 语言因为怨念不化 所以根本无法轮回转世 从此她便在天地间漂泊 直到这天 女人听见李甫传来了阵阵哭泣声 她感到非常好奇 于是便进屋查看了起来 一番打量后她才知道 原来是李家的大小姐去世了 张翠霞沉思片刻后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她立即附身在了李秀琴身上 从而戒身还魂再次重生也好 去照顾生病的女儿 可她想不到李秀琴的魂魄 竟然也在此刻回来了 判官听闻立即让她速速离去 一选择轻生本就不对 如今纠战雀巢更是可恶至极 张翠霞听闻赶忙跑到了李秀琴面前 希望她念及自己幼小的孩子 无依无靠的份上 让她暂时借用这句肉身 去给孩子治病 李秀琴听闻立即就同意了 昔日 自己的母亲为了给自己治病 竟然三步一拜五步一跪 前往天飞宫祈求妈祖娘娘救命 如今张翠霞借体黄魂不也是为了救孩子吗 自己承蒙妈祖不弃收作义女 倘若自己今日拒绝了张翠霞的请求 岂不是毁了一母多年 既是救人的名节吗 多番沉思之后 于是李秀琴又告诉张翠霞说 从今往后 我们就共用我的肉身 每逢单日就以你的身份回家照顾孩子 而每逢双日就以我的身份出现 不过你要好好爱惜我的身体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切不可让我的家人发现端倪 更不能让你的丈夫毁了我的清白 张翠霞听闻非常高兴 赶忙向李秀琴表达了感激之意 至此之后 李秀琴便和张翠霞两魂入一体了 每逢单日 张翠霞便借着李秀琴的身子回家照顾孩子 当他的丈夫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不但没有震惊 反而无比高兴 因为这副千金小姐的躯体实在太美了 所以一到晚上 男人就想和妻子聊天 可张翠霞时刻都紧记李秀琴的嘱托 从不让丈夫碰自己 致使男人只能看着美人干着急 一晃六年过去了 张翠霞的孩子也已经成长为孩童了 小孩的意识里并不知道他母亲原来的面目 反而将李秀琴的面貌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直到有一天 李秀琴突然告诉张翠霞说 你我共度一体已经有六年了 如今你的孩子已然长大 而我也要和林少爷成亲了 是时候你也该离去了 张翠霞听闻大惊 多年的相处已经让他适应了这句肉身 此刻他却忘记承诺不愿再离去了 所以妈祖的塑像才会再次流下眼泪 他既是同情异女的过度仁慈 也是怜悯他即将迎来的苦难人生